广西南宁市的民警日前抓获了两个专门偷电单车的毛贼 按照常理啊 任何人做了坏事之后都是心虚羞愧 但是没想到的是 当记者向嫌疑人谈谋了解情况的时候 他的同伙周某却把记者叫了过来 没飞色舞的讲起了他的偷盗经历 有钱啊 肯定要做啊 不做了万别有钱 打工就方便 打工就不可能 接着周某给记者炫耀起了自己的发家史 他自称算得上南宁电动车盗窃分子里的资深人士 从我刚开始偷车的时候 01年 01年 平均这样算过来 当记者问起周某进看守所是什么滋味 周某的回答更是让记者无语 已经看守所里面的感觉呢 在看守所里面的感觉呢 在看守所里面的感觉比家里面好多啊 周某对自己的行为没有半点的悔意和愧疚 这样不知廉耻的毛贼必须受到法律的严惩 不过除此之外 更让我们感到沉重的是 他那扭曲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如何引导年轻人走正确的人生路 仍然认重而道